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利已经向国会动议 要求国会冻结三名被认为藐视下议院的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半年 根据纳兹利提称的动议 加巴兴级西华拉莎也是国会特权委员会成员 他们因为在国会下议院外透露特委会在本月3号的会议细节而被指藐视下议院 动议也指阿兹敏阿里在本月6号公开特委会在本月3号的会议及信件内容的行为 违反了议会常规第18一条文 据了解提出有关动议 与政府决定把安华移交给特委会处置有关 安华因为声称一个以色列与一个大马理念有关而被调查 特委会昨天提出建议 冻结安华的国会议员资格半年 以惩戒他发表不属实言论 根据国会议程在处理完提成的法案后 国会将讨论首相署动议 即按照议会常规第86五条文 就今年4月22号国会特权委员会的决定 把安华一个大马抄袭论带上议会厅讨论 接着的议程就是首相署建议冻结加巴星 西华拉莎阿兹敏阿里的国会议员资格半年 原因是他们三人的行为羞辱国会 而且也滥用国会议员的特权 西华诞衡入口 全球质人 也滥用国会议员的特权